天花石屎剝落 裂開下墜 上層有不明滲漏 令石屎出現一塊塊黃色和結晶體 長身磁磚崩裂 這不是敘利亞風裝修風格 而是91歲 五婆婆橫頭陷穿 弘孝樓家的環境 有時轉換石屎 這些綠頭 睡覺時有時 那些石屎小粒 放落放落地跌 家屋真的不能住 我有那隻腳不方便 我去年跌倒又歸歸地 我一個人住 有什麼事我都好怕 我 有什麼意外都沒有人 發現我自己住的一間屋 我又不懂跟他們說什麼 我說這間屋就不想 其實婆婆兩年前 已經有跟管理公司投訴 但職員上門看完就沒有再跟進 她才向家房的義工 郭先生求助 郭先生說 第一次來 一進屋就壯正樓上漏水 看到這間屋的環境 很驚訝 為什麽整間屋差不多塌 問五婆婆有沒有報過公屋處 她說不懂 之後我幫她反映給屋邨辦事處 叫做來看 又維修 打電話給那個文經理 約了她翌日上來看 看了她都說不行了 要做了 長生其實已經有些位置做了不同的記號 郭先生趁機問為何沒有人再跟進 經理就將責任推給以前的管理公司 為什麽沒有記號 本來很少的 現在爛成這樣 為什麽沒有人搭一個獨居婆婆 她說這些是婆屋處的 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只是上來看做工程 工程期間 怎樣安住婆婆 她說整間都爛的 你沒理由就這樣趕她出門口 搬了她的東西出去 不行的 我禮拜六就親自打去房屋處 那個電話接駁了她1823 說下了我的要求 我希望因為婆婆91歲了 沒有那個表達能力 沒有那個治理能力 根規矩問了屋邨辦事處、房屋處 不過維修半遷的事情 都是沒有進展、回應 郭先生自然為每天都住得 如此危險的婆婆感到心急 於是聯同我們同事到物業服務辦事處 向負責人黃經理查問 單位維修和跟進進度 我問婆婆 她說沒有受權過你做任何事 我們都找到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也說 沒有不認識一個性格的先生 她就是沒有治理能力 你們都不是那家屋的任何代表 為何要走下來 我都說約了房屋事務主任 上去一齊了 看看她是否要我們幫她 九十一歲 她自己都亂了 現在我們會安排幫她吻花 但吻之前當然會安置她 那你安置是指甚麼意思 究竟她帶她回家住 還是要我們給她暫時住 那你何時才知道她怎樣安置 她的女兒都七十幾歲了 我不理她一歲 總之她的女兒是可以代表婆婆 要怎樣安置她 要安置她去哪裡 即是你等一個七十幾歲安置一個九十幾歲 你的意思是嗎 這個關你甚麼事 我現在問你的個案是怎樣的 你們人道處理吧 郭先生說 當日管理公司想去檢查 她都有在場幫婆婆溝通 面對高齡的老人家 溝通、認知都會出現困難 管理公司、房屋處 現在這種程序式的處理 是不是太不人性化呢 獨居長者這個議題 在香港一點都不陌生 政府的了解、提供的支援 究竟足不足夠 政府就是目標為本 又說民有夫 官有所應 但一點都沒有如應 又說要令到市民有個幸福感 這樣的環境怎樣有幸福感 是否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我們是希望大眾關注一下婆婆 那個安危 這樣的環境 叫一個老人家 怎樣可以繼續住下去 那你差不多叫弱老